接下来我们就介绍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没有证悟的 或者是虽然是证悟了 但是证悟了以后 把证悟的境界不能带到 不能够带到这个盟里面的 没有训练这个盟的瑜伽 就是这样子的人 或者是普通的人 没有开悟的人 怎么样去面对中阴 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这就是第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普通的人的死亡的过程 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没有证悟的人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神都的进入了神都的睡眠的时候是一样的 尤其是跟这个人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像我们进入了神都的睡眠一样 就是我们知道了 心过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才知道我刚才睡着了 就其实在真正的睡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一样的这个神都的浑密当中 就会停留几个小时到一天两天 这是第一个阶段 因为这个神我们没有 第一个没有证悟 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这些特殊的训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也用不上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就是昏迷而已 然后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昏迷的状态结束的时候呢 这开始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就像我们从深度的睡眠当中 然后再回来回来的时候 还没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就开始做梦 开始做梦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从这个死了以后 先进入这个深度睡眠 深度的昏迷 然后从这个昏迷的状态当中 醒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中阴 这个时候呢 他会看得到 他会看得到周边的所有的这些 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都看得到 但是呢 大多数的人还不知道自己死了 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死了 就是看到很多事情 真实的东西 这个不像做梦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东西 他都能看得见 都能看得见 他比如说 他想跟他的这个父母 朋友说话 那么他们说的话 他能听得见 但是呢 他说的话 就是其他人听不见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时候 所以第二个第二个 第二个是 我们离开这个 这个状态的 这种状态 这个状态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它是像是在座场 我们离开 我们离开 这种状态 的状态 但未曾经 没有状态 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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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人们 这种状态 各种状态 的状态 例如真实的 就是因为 因为他的死亡 家里的人 在苦的话 他不知道 他自己死了 他就到 家人的跟前 去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哭 我好好的 我在这里 别哭 他会告诉他们 但是他们听不见 但是他一直都不知道 自己死了 所有人都不离他 这个时候 他开始怀疑 这个又发生了 什么事情 是在这种状态 是在这种状态 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 人们 会在死亡 但是他在死亡 这个时候他还是很聪明的 因为离开了这个楼梯以后人就变成聪明的 然后他就去找金子 他会发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金子 然后金子里面就看不到他自己 然后他又去看水晶 到水晶里面去看水里面 有没有他的 看不到他的影响 形象看不到 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就会到雪地 或者是沙坛上去踩胶音 踩胶音的时候 他看不见他的胶音 他看不到他自己的胶音 然后就是有光的地方去 看他有没有他身体有没有影子 然后他看不到他身体的黑影 这个时候他就会知道了自己死了 或是任何其反应的影响 就试图了自己的影响 它本不会看到这些影响 它 will go look for snow or perhaps a desert to walk across and look for its own footprints but it won't see these things and then it will perhaps look for situations outside in the light where it would ordinarily see its own shadow but failing to see these things, failing to see these signs the departed consciousness will start to realize that it has in fact died 第二个阶段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 然后它心里也没有太多的恐惧 然后也没有显现出什么很恐怖的现象 跟现实生活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死了 在这个之前就知道的话 那也有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很多这些恐怖的现象 所以就是还是人的心还是能够平静的下来的 我们比如说祈祷佛菩萨 发心啊 修心啊 都还是相对来说 心还是能够静得下来的 但是这个过了以后呢 然后就不自由了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这个项目或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relatively speaking it's relatively calm it's a relatively free stage where at least at this point there are not any seriously negative or disturbing manifestations so if it's possible to utilize this stage for example by making prayers to the Buddha or making prayers to one's deity if we're able to utilize this stage then it's possible to reach or to have good results however once this stage has passed then we enter a stage that is much more challenging 这个有一个简单的训练的方法 这个训练的方法非常简单的 就是让我们这个时候 就指导自己的死亡 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比如说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群 特别多的人群 因为中阴神的时候 他会看到很多很多中阴的人 特别成千上万的人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遗传的现象 比如说环境 就是比较跟平时我们的环境 有点不一样的这样子的环境 或者是我们可以 有些时候就听到一些遗传的声音 就是残角的声音等等 这样子的时候就告诉自己 告诉自己 然后交出自己的名字 然后说你已经死了 你现在已经到了中阴神 你现在看到的这么多人 是中阴神的人 你看到的这个比较遗传的现象 这个环境不是人间 是中阴的世界 然后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 不是人间的声音 是中阴的声音 要告诉自己 然后也要说出来 用语言说出来 这样子训练 这样子训练以后 到时候真的来到中阴神的时候 一下子他就知道 一下子就会提醒自己 这个就是中阴 然后他知道是中阴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中间 这段时间当中 他想发菩提心 修这个观想本尊 这样子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 不知道自己死了 所以错过这个机会 就是为了避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现在就是要这样子去训练 There is one effective way that we can use to train ourselves for the time when we encounter this state and this involves us when we encounter situations when we are amidst a lot of people or situations when we encounter an unfamiliar environment situations when we encounter unfamiliar sounds that we remind ourselves verbally we say our names and we say out loud I have arrived in the Bardo state and what I am seeing these people are people from the Bardo state or the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 I'm seeing are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Bardo state the sounds strange sounds I'm hearing are sounds of the Bardo state and by cultivating this practice it's possible that when we do arrive in this state we are aware that we are dying if we can be aware of this then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be able to generate Badajita and meditate on Yidam deities during this stage however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t just passes them by and they're not aware that it's taking place 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 一些环境 就像一些地方 就是像 有些地方呢 就是看起来 就是 就是让人 有点 感到一点 空母的 就像这个 隐身身的地方 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要提醒自己 这个是中阴圣 这样子的话 还是有 一定会有 很大的帮助 so by reminding ourselves when we arrive when we find ourselves in places that are for example dark and shadowy by reminding ourselves now I am entering into the Bada state then this can be very beneficial when we are actually in the state of the process of dying 然后 真正的 到了中阴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 发现自己死了 这样稍微早一点 知道的话 那么这个中间 就有一段事件 这个时候 就修 观想 观世音菩萨 观想观世音菩萨 祈祷观世音菩萨 然后连观世音菩萨的行咒 修 如果是会修这个密宗的本尊的修法 那就是更好的可以把自己跟本尊观音菩萨融为一体 这样子的话在这个当中不一定能够成佛 但是在下意识可以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体 然后继续修心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体 我们不必须获得佛陀佛 但是成功能够做这些 会让我们成为更好和更适合的变化 然后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他发现自己死了 在这个之前一直都没有这样的训练 也不知道 最后还是会知道的 这个时候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这些中阴神的这些恐怖的现象 这些所有的恐怖的现象 都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做梦的时候 就做一个噩梦一样 这个外面没有那么恐怖的世界 比如说一个人就在一个房间里面死了 那么旁边的这些还活着的这些人 在这个房间里面 不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恐怖的世界 但是呢 这个对这个王子对他自己来说 然后这个这个时节 这个环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世界 然后他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恐怖的现象 这个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时候最好的这个面对的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必须要知道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心的投影 是就像我做梦的时候 梦中的一切是我的心的投影 同样的我现在看到的 无论是再恐怖的再怎么样也好 这都是我自己的心的投影 外面是不会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不会伤害到我 我现在这个中阴身的身体 不像我活着的时候的这种柔体 现在的这个身体呢 就像我们梦里面的身体一样 它是一般任何的这个外面的这些 地水烽火都不会影响到 影响不到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无质构成的 所以我没有必要害怕 这样子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对于人们的心静下来 对于人们的心静下来 在这一刻 但是在这一刻的心静下来 在这一刻的心静下来 这是一个时刻 在这一刻的心静下来 很多恐怖的状态 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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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的心静下来 会发现 各种恐怖的状态 当然 这些恐怖的 状态 发现 manifesting are not objectively out there in the external world it's like a person in a dream they in a nightmare they perceive all kinds of terrible things happening but these are not things that people standing by their bedside would experience or see for themselves so in this situation the best way of dealing with or overcoming these terrifying visualizations is to realize for one realize or to remind oneself that in fact what one is seeing is just like the various phenomena that one sees or experiences in the course of a nightmare these are all projections of the mind and projections of the mind only they have no inherent existence of their own furthermore unlike in one's living state when one has a physical body in the bardo state one no longer has this physical body and so the various terrible visualizations the various terrible things that one is experiencing have no way of harming your body so it's by realizing and reminding oneself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taking place is only but a manifestation or projection of one's mind this is the best way of dealing with this stage 然后把这些空布的金香 所有的观香为 观世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 然后祈祷观世音和阿弥陀佛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这些空布的金香会消失 然后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是再次回到人间 继续修心 这些都能做得到的 and it's possible by doing this to visualize all of the terrible things the terrible visualizations the terrible formations that one is seeing as the Guanyin Bodhisattva or as Amitabha and to make prayers to Guanyin or Amitabha in this situation is possible for us to be delivered to Amitabha's pure land or to receive a favorable rebirth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 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一个框架性的 一个框架性的 然后呢 你们要进一步的去学习 这个六中音 很多这些具体的修法 进一步的继续 要深入稀致的去学习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讲的呢 就是一个框架性的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这个中音就有这么几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过程 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 简单的介绍 然后具体的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习 光是学习还不行 学好了以后 要去实实在在 教他师弟的去修 这样子我们到时候 死亡的时候才有把握 这个死亡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但是呢 我们全世界的人 就是没有任何 这个面对死亡的方法 大家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平时我们就是对未来的焦虑 太多太多的焦虑 我们会经常会焦虑 我未来会不会怎么怎么样 会不会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都都大多数都不会发生 但是唯一一个死亡 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要一定一定一定会 这个要面对的 那么正好这个我们要面对的 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这个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 面对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大家要高度忠视 要好好的修心 这个非常的重要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